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K思考了很久 最后还是选择了气牌 就是因为这个气牌引发了小S和老K的争论 大概意思就是 小S认为这里翻牌圈SPR只有1 圈圈就可以顶着帽子直接打光 理由是圈圈在4B的范围里面可以充当炸虎部分 而老K认为他在翻牌圈的CB已经是一个全范围的平衡下注 他是在针对转牌对手通长过长的Dunk范围选择了气牌 大家觉得老K和小S谁说的更有道理一些呢 可以把你的选择打在弹幕上 实话实说呢 其实他们俩的对话稍微有那么一点没炒到点子上 老K其实不是很关心翻牌要不要推的问题 而是认为转牌的气牌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而小S这边不关心转牌是怎么打的 而认为翻牌干光就能提前解决转牌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不妨就针对着这两个问题来分别探讨一下 第一个问题在翻牌圈发出A的时候 能否像小S说的那样接近全范围直接推 并且用圈圈来作为炸虎的部分 由于我们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知道 老K的四败范围就是圈圈加合AK 但是呢对大芒的范围尚不明确 那我们就假设对手有一松一紧的两种范围 一起来看看对应的策略 并且呢我们同时假设在翻牌圈只有all-in这个尺度 我们来看看SOVER会如何分配all-in 可以看到只要不是对手有大量的AMF 靠四败的范围多少只会影响进攻方all-in的频率 而不会影响他的组合选择倾向 SOVER会在这里用AK作为价值下注直接all-in出去 然后再用KK去当作炸虎 小S的价值搭配炸虎的这个概念其实是有的 不过呢确实稍微粗糙了一些 那么为什么SOVER不选择更差的圈圈做炸虎呢 通常来说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看一下对手的防守范围 考虑一下是不是阻挡牌的关系 可以看到在这里其实KK和圈圈还真的有一些区别 KK会阻挡对手跟注范围中的AK 不阻挡对手气排范围中的圈圈和A圈 而圈圈呢虽然能阻挡一点点的A圈跟注 但是同时也阻挡了更多的气排范围 这是我们炸虎的时候不想看到的事情 所以SOVER才会优先选择KK去进行炸虎 我们甚至还可以做一个小实验 如果我们在进攻方的范围中增加一个和对手范围毫无阻挡的88 那么这时候SOVER就会优先用88去做炸虎下路 这就是阻挡牌带来的影响 同理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AA在有力位置的听花面还要选择继续过牌 因为这里AA实在阻挡了对手太多的跟注范围了 总结一下呢 我们确实可以在类似的场景用被盖帽的大堆子下注或者OIN来充当炸虎 但是前提是我们得先确认好我们的价值部分是哪些 然后再根据阻挡牌等信息选择更好的炸虎组合 而不是在开打之前就默认了全范围OIN 虽然意识是不错的 但是策略构建上多少是有点偷懒了 那么我们继续下一个问题 转牌老K的气牌对吗 同样的我们用宽紧两个范围来进行一项模拟 由于SOFR在没有其他信息的情况下 一定会尽可能的保持平衡 所以转牌的DUNK会是一个非常两极化的范围 如果有同色连章就用同色连章做炸虎 如果实在没有呢 不得不用圈圈做炸虎 而对于老K来说 要不要call其实完全取决于他对于对手的一个解读了 就像他自己说的 在这里圈圈只能因那些有能力用勾勾或者同色跟住似背 并且在转牌还能DUNK出来的选手 通常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大部分玩家在这里都是AX或者TT更多的 圈圈果断气牌呢 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没有什么问题的选择 我们旅顺这一手牌其实并不是一定要说哪个人是对的哪个人是错的 而是我们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过程感受到我们平时打牌中冒出来的那些观点和软件的求解角度有哪些差异 我们会忘记哪些因素 我们又能从中学到什么 我非常提倡大家进行各种深度的探讨与争论 毕竟真理越变越明 如果你没有平时吵架争论的素材也欢迎发给我们 我们一起来帮你评评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想系统学习扑克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学扑克找签算 这里是签算poker 我是梅小板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